请收看 汇率法师冯雪讲座 黑暗的世界 国一不是很标准 他说他很标准 他是大陆的 他说他很标准 可是我们都听不懂 是理念像 什么叫理念呢 简单讲 离开分别跟执着这个念头 就摆脱主观的意识形态 那么就像什么 你如果能够摆脱这个 你的心就像虚空计那么大 诸会一直说 修行在做两个字的功夫就是放下 放得下虚空都是你的 全体都是你的 你现在就是最有钱的人 不要计较 不要认为人家对不起我们 要常常讲 我对不起人家 永远站在一个低处 让众生 你比我好 那你站高 没有关系 你要表现 那你就表现 你一直会毁谤 伤害我 没有关系 你就对 你对嘛 对不对 我确实不对 那这样的话 烦恼就会少很多 少很多 我们人呢 一生一世 花在自我解释的生命里 花得很长 就是同学误会我 我一直想向他解释 他对我们又有成见 然后又摆不平 然后内心里面就讲是 我一直跟你解释 你又不相信我 或者是我一直解释你为什么要用你的观点来看我 那变成是一种冲突点 我告诉邱医师过 生命不需要用来解释 生命用来享受 享受这份宁静 享受这份觉悟 我不需要耗费我的时间跟你解释什么 你的英国你父 我的英国我父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我们在做什么 我们自己在做什么